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现在在叉叉医院 刚刚没有仔细看手机就接了你的电话 怎么回事 你身体不舒服 你别担心 我没事 想想 原来是他们 还真是准事 我等会儿再和你解释 请挂了啊 医院吗 想想啊 那个钱你带来是吧 那赶紧给我吧 走什么支付方式啊 怎么 难道江女士就准备这样傻站着 这小奸人又耍什么幺蛾子 求人都不会求 难道还要我把钱喂你嘴里不成啊 小月啊 快 你也好好摆脱一下想想 允想想 你可别欺人太甚 你妈是怎么教你说话的 我再怎么样 也是你的长辈 江小燕 就凭你也敢提起我妈 你配吗 你 你说什么 这张卡里面有三十万 密码四个一 什么 三十万 想想啊 我和你妈说的是给一百万啊 这些钱你打发乞丐啊 你爸养你这么大 要你点生活费怎么了 乞丐 看来你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 别侮辱乞丐了 在我看来 你们连乞丐都不如 云 云香香 妈 他怎么会在这儿 星田 云香香你这个贱人 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是不是 你要是敢伤害我爸妈 我跟你没完 我今天时间耐心都有限 这卡你到底要不要 劝你别想着找我妈 现在全都是我在做主 要要要 这么多勉强也够你 别生你妹妹和江仪的气了 她们也是压力太大 叶青那老女人居然敢骗我 这逆子也越发反了天 我暂且忍难 以后有的是机会治他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袁一鸣 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去骚扰我妈 我可不会再对你们一家客气了 懂了吗 这个贱女人 明明我的后半生 可以当风风光光的大小姐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贱人 要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云香香 你怎么不去死 云香甜 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他想打我 自己做的孽 怨不得任何人 云香甜 小泽 你可算来了 云香甜不知怎么得罪了想想 被他用脚踢了好几下 他才刚刚好一点 这可怎么得了 你说什么 云香甜 最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